第七章 第二节 单一视角 你的坏情绪源于视角单一 1934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家中时期 一位朋友文讯忙写信安慰他 劝他不要太在意 他回信说 亲爱的朋友 谢谢你来安慰我 我现在很平安 感谢生活 因为第一 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 而没伤害我的生命 第二 贼只偷去我的部分东西 而不是全部 第三 最值得庆幸的是 做贼的是他 而不是我 罗斯福先生的自我疏导能力 不可谓不强 不过在很多人眼里 这种鸡汤故事 只体现了自我安慰的 阿Q精神罢了 而另一些人认为 他之所以想得开 是因为他是总统 所以大人有大量 但我不认同这是简单的自我安慰 也更愿意反过来推断 正因为他具备这种多角度 看问题的能力 他才走上了总统之路 事实上 在面对各种困境的时候 多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往往是考验解决问题能力的关键 它不仅能帮助人们获取智慧 成就事业 还能帮助人们在生活中 拓展格局 化解烦恼 只是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 习惯用原始的单一视角 对待所有问题 世界是多维的 而我们只有一双眼睛 一个周末 我外出游玩 发现了一辆很酷的 跨斗三轮摩托车 随手就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选用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的视角 将车身尽收图中 用于发朋友圈分享足够了 但出于对摄影的喜爱 我又蹲下来 选了另一个仰拍的角度 仰拍的视角 使图片瞬间生动了起来 地面的小花 让人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 干净的天空做背景 使车体更加突出 车斗和前轮变大 车身高于背后的山脉 气势尽显 车还是那辆车 但我只是蹲下来 换了一个角度 就得到了完全不同的感受 不难推断 像这辆摩托车一样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件物 任何一件事 都是多维立体的 从每一个角度观察 都能得到不同的信息 就像我们手中的镜头 只要微微偏离一点 或拉近 拉远 屏幕上的图像 就会发生变化 但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总是以最方便 和最习惯的视角 去观察事物 比如站在最方便的地方 自然抬起手取景 咔嚓一声 就认为自己记录下了全部 事实上远远没有 我们观察到的 仅仅是无数个角度中的一个 如果不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就很容易 以偏概全地对待这个世界 然后产生各种偏物 所以自古就有日久见人心的 处世真言 因为时间久了 我们就可以在各种场景下 多维度地观察一个人 观察他生气的时候 高兴的时候 欲错的时候 愤怒的时候的状态 看他对待弱势群体 富豪权贵的态度 看他娱乐消遣 学习自律时的态度 那些习惯从单一角度 识人的人 往往比较单纯 也更容易受伤 本质上 是因为他们缺乏 多角度认知事物的意识 当然 就识人而言 听一个人说话 就能大致推断出 他的学识和修养水平 比如那些对自己的观点 见解异常坚持 对别人的观点 又由言不尽的人 基本上可以被视为 学识浅薄或修养一般的人 因为学识浅薄的人 除了自己的原始视角 通常很难感知到 其他外部视角 所以就会抓着第一判断 死死不放 因此 其修养表现也不高 反观那些学识 或修养高的人 他们表达观点时 通常非常谨慎 常用 也许 可能等表述 这真不是他们 故意谦虚 而是因为懂得越多 看到的角度越多 就越知道 用一句话或一个观点 无法把事情描述清楚 换句话说 一个人的性格和脾气 好不好 也取决于 他多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视角单一的人容易固执 急躁和钻牛脚尖 而视角多元的人 则表现得更为智慧 平和与包容 世界是多维的 而我们只有一双眼睛 我们每一次的观察 表达和行动 都只能影响 这个多维世界中的一个维度 明白了这点 我们就能理解 这世上没有什么神奇的招数 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们接触到的观点 方法 通常只适用于 特定的角度或范围 很多领域的泰斗 在针对一个主题 洋洋洒洒地写完 几十万字的论主之后 都会发自肺腑地 在书中声明 自己的见解非常有限 比如 系统之美艺术的作者 德内拉·梅多斯 就在前言中写道 我想告诫大家 本书和其他所有书籍一样 也存在偏见和不完整性 我在本书中阐述的内容 可能只是 系统思考领域的九牛一毛 如果你有兴趣去探索 你会发现一个 更加广阔的世界 而远不止本书所展现的 这个小世界 德内拉·梅多斯 对系统的认知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但他仍如此谦逊 所以要想让自己 变得更平和 更智慧 首先要认识到 这个世界的多维性 并把这个意识 深深地刻在自己的脑子里 这样 我们方有自我改变的可能 成为一台更好的相机 用相机的概念来理解多视角 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因为它还包含了另一层含义 相机本身的差别 就像你和我在同一角度拍摄摩托车 最终也会得到两张不同的照片 因为我们各自使用的相机的镜头 像素或对焦点 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有些人拍出来的照片 不仅视野小 颜色偏差严重 而且可能是模糊的 而有些人拍出来的照片 则更真实 这说明 我们每个人因为生活环境不同 经历不同 学识不同 所以在看待同一个问题时 理解层次和还原程度也不尽相同 比如有些人成年后 和自己的父母越来越疏远 因为看不惯老一辈人的言论 习惯 接受不了他们对自己的关爱 很多儿媳跟婆婆不和睦 在带孩子的问题上矛盾不断 很多亲密的夫妻或情侣 也常常因为对同一件事 存在分歧而相互怄气 如果我们知道出现这种情况 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相机 和自己的不同 就很容易明白 他们其实并非存心与我们作对 甚至他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如果你确定自己的相机 比他们的更高级 那就应该有向下兼容的意识 要么对其一笑而过 要么拿出自己的高清照片 耐心地向他们讲解什么是更好的 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对方 拍出来的东西很糟糕 毕竟低层次的事物 不会也不能向上兼容 但我们通过引导 让他们不断升级倒是有可能的 如果自己也曾有一台落后的相机 那就更应该体会和包容对方的立场 在相机这件事情上 我们一定要保持觉知 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视角偏误 时刻做好向上升级 向下兼容的准备 拥有这种心态 不仅我们自己能越来越完善 还能与其他人都合得来 总有一个更好的视角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摄影师 不同的是 有的人拍出来的照片更好看 而有的人拍出来的则很普通 尽管他们的拍摄对象是相同的 好的摄影师总能找到更好的角度 他们更善于移动自己 围着拍摄对象 尝试各种角度 最后选一个最佳视角 罗斯福就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 他在损失了巨额财物之后 竟能找到三个非常积极的视角 让自己尽快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 换作其他人 很可能拿着那张视角最惨的照片 悲叹不值 所以不要被原始视角束缚 主动转换视角 可能会看到一个新天地 视角不同 选择也会不同 同样是半杯水 有的人哀叹只有半杯了 而有的人惊喜于 竟然还有半杯 同样是挫折 有的人沉浸在悲伤中 无法自拔 有的人则认为 挫折是上天给自己成长的提示 同样是工作 有的人认为自己是在给老板干活 所以能偷懒就偷懒 有的人认为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锻炼自己 即使没有回报 也愿意尽力投入 无论你当前处于何种情绪漩涡 只要自己愿意 总能找到更好的角度 只是有的人面对再好的事情时 都盯着一点瑕疵不放 而有的人却能从任何一件糟糕的事情中 找到闪光点并放大 忽视其他不足之处 孰优孰劣 孰喜孰悲 一目了然 每个人都希望做一个好的摄影师 拍出精彩的照片 但成为一个好的摄影师 是需要练习的 这么多年 我们都习惯用原始的单一视角看问题 时间长了 便形成了路径依赖 就像孩子不听话时 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生气吼骂 而不是耐心地让他说出真实想法 下属没做好工作时 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批评责备 而不是心平气和地让他说出真实原因 我们常常意气用事 缺少自我审视 时间长了 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容易生气 反本能艺术的作者 魏蓝曾这样描述路径依赖 当我们长期进行一种行为的时候 大脑会慢慢形成一个专门处理这个行为的绿色通道 所以当自己面临相似的场景时 大脑会对这种行为进行优先选择 并进一步形成自动化反应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遇到烦心事的时候 会习惯性地启动情绪上的防御模式 并陷入单一视角 而不是启动理智上的分析模式 进入多维视角 要想拥有多视角能力 就要进行刻意练习 直到形成新的路径依赖 好在这样的练习并不难 遵守下面几个原则 自己就能逐渐摆脱单一视角的限制 成为生活的摄影大师 一是勤移动 顾名思义 就是多移动你的相机机位 尝试用不同的视角看问题 比如设身处地地站在孩子的角度 老人的角度 对手的角度看问题 而不是仅凭自己的感受 就直接认定孩子不懂事 老人不体谅 对手不讲理 在焦虑紧张的时候 不妨假设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用第三视角来观察自己 你会发现自己的很多担心 其实是多余的 因为别人并不是那么在乎你 如果陷入悲伤 无法自拔 那就假设自己处于十年之后 用未来视角反观现在 你会发现当下的悲伤 没有任何意义 还不如收起情绪 好好干活 这种多视角观察的能力 其实就是体现了原认知能力 有了原认知 我们更容易在自我观察上 保持觉知 进而在语言表达上 也体现出高情商的特质 比如 我们不会随口说出刻薄难听的话 尽管自己可能确实很想说 但在话说出口之前 我们会在脑子里 估计从各个角度 听到这句话后的感受和反应 然后选择一个最佳角度 让所有人都觉得得体舒适 和这样的人相处 又有谁愿意给他添堵呢 二是 善学习 有些时候 我们之所以看不到一些角度 是因为自身学识不够 不知道有那个视角存在 所以要多学习 借助高人的视角来观察世界 很多优秀的书籍和文章 都展现了作者 看待问题的独特视角 你若摘取 便能向高人学习 三是 要开放 更准确地说 是保持客观 不异端 很多人情绪不好 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做的假设 当成了事实 在不确定对方真实想法的情况下 直接把情绪发泄了出来 想要情绪平和 就是要在交流时 不戴有色眼镜 不戴主观色彩 先想办法了解事实 搞清楚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无论是面对孩子 面对同事 还是面对下属和老板 都要秉持这样的态度 如果先入为主地 保持自己的单一观点 就很难保持开放的心态 去接受客观真相 在这一点上 美好人生运营指南艺术的作者 伊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他说自己和老公相处时 是这样处理情绪的 第一步 忘我的聆听对方的想法 过程中没有判断 没有辩论 没有对错 把自己完全置身在对方的位置 以对方的眼睛来看世界 第二步 从我的角度来分享 过程中 只说自己的客观感受 而不指责对方 或告诉对方该怎么做 比如 说家里满地臭袜子 我觉得精神紧张 心里很不舒适 而不是 家里满地都是臭袜子 你不觉得难受吗 好的交流都是客观的 不带主观猜测的交流 这样才会让双方都摆脱战斗模式 如果一个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 把负面情绪发泄出来 就会把其他人也带入单一视角 要么被压制 处于恐惧中 要么反抗 双方都受伤 吴军的想法更明智 他说 我对任何人一般都先假设他是正直 善良和诚信的 以开放引导开放 视为高级 这也是我推崇的交流方式 四是寻帮助 我读过一些飞行员在空中处理特殊情况的操作手册 发现所有处置方法的第一步几乎都是一样的 报告塔台指挥员 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在紧急万分的情况下 飞行员不先集中精力处理特殊情况 却要先向指挥员报告呢 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直到思考多角度看问题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才明白 原来出现特殊情况时 飞行员的注意力会被巨大的危险所俘获 心智带宽降低 容易陷入单一视角 而此时 指挥员可以给飞行员提供有效的外部视角 帮助他们更好地处置特殊情况 同理 当我们对情绪问题或工作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不要一个人闷头苦想 要学会主动寻求外部帮助 借助他人的多维视角 来克服自己单一视角的局限 五是多运动 适当的有氧运动会提升我们体内多巴胺的水平 而多巴胺对于创造力和多角度思考能力来说都很重要 锻炼不仅能帮我们从负面情绪中快速走出来 也会引导大脑从新的角度看待事物 或者从不同角度观察问题 所以越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越要多运动 越是想不通的时候越要多运动 六是常反思 人生护城河艺术的作者张辉 曾提到这样一段化解情绪的经历 去年十月某天 我在公司开了一天会 还吵了一架 晚上回到家已是十点多 但是余怒未消 此时还没有写当天承诺要写的文章 怎么办 我干脆开始写自己生气的感觉 因为那个时候 愤怒占据了自己的内心 容不得其他任何想法 于是开始写生气的细节 写为什么生气 写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释然了 我发现我可以站在另外一个角度 去理解与我吵架的这个人 理解立场和处境 也看到了自己事业的盲区 一旦能换个角度看问题 自己内心的气就消了一半 所以后面的行文 完全变成了一种示人 写完文章后 内心无比放松 这是我从未期待的效果 通过写作抚平自己的内心 给自己带来一次心灵的舒缓 这不是任何劝慰能起到的效果 这种经历我也经常有 因为我有每日反思的习惯 所以每当自己心情郁闷 无法排解的时候 我就会打开电脑 把心中的烦恼 全部倒出来进行复盘 梳理的过程中 自己往往会拨云见日 真的很神奇 无论什么时候 你的笔或键盘 都能帮你跳出单一视角 看到更多维度 本集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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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收听